今夜的弟兄姐妹,大家好! 上次我录的影片引起一些讨论, 特别是关于爱国主义还有犹太人。 为了避免这些误解,我想解释一下, 因为这两个问题有一个内在的关系。 而且我们发现这个跟基督信仰堕落也有关系, 跟今天所发生的事情也有关系。 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要谈政治, 我们今天要谈属灵的根源。 比较关键的问题就是, 犹太人到底是一个民族还是一个宗教? 这个问题不是很容易回答。 我个人认为,就是某个人他自己定义他是犹太人, 然后他用什么样的理论去定义这件事情。 那就是差不多是这样。 所以如果有的人他以学童来定义自己是犹太人, 那他就是以学童方面。 如果有的人认为他就是相信, 他有那个犹太教,把自己定义成犹太人, 那他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不要帮助别人定义自己是谁。 我们因此也不要太追求一个标准答案。 在苏联之前解体之后, 这些国家, 大部分的人认为犹太人他是一个民族, 是学童方面的。 因为在苏联, 主要的宗教是无神论, 没有什么宗教。 所以多半犹太人都是无神论。 我们现在也发现不少犹太人成为基督信仰, 基督徒。 所以我们也不能说他们是犹太宗教。 那如果别人, 其他的犹太人说他们已经不是犹太人, 因为他们改宗。 那这个是他们的看法。 他们不能强迫自己的看法在别人身上。 反正这个又不是我今天要谈的问题。 我今天要谈的问题就是, 主要的跟犹太宗教也好, 跟犹太人也好有关的一些疑惑, 它的根源是什么。 然后不知道基督徒的误解是什么。 这个误解我直接说是什么样的误解。 主要是有两个误解。 一个误解是那种讨厌犹太人的误解。 他会把所有的犹太人归类到坏人, 然后会认为他们有定基督在世界上的责任。 当然这个是一个错误。 我等一下会解释为什么。 另外一个观点是跟这个对立的。 会说,哦,不是的,犹太人是好的, 他们没有负担这个责任。 这个只有几个人在那边定耶稣而已, 就是这样子。 然后犹太人根本没有什么跟基督信仰抵对的什么东西, 冲突的什么东西。 就是信仰不一样而已。 然后,而且,又更进一步, 有的会,大共主义他们又会说, 尤其是犹太教,它是基督信仰的根源。 所以他们会说,哦,那些犹太教徒, 他们是我们的哥哥,基督徒的哥哥, 他们是更有权威什么的。 那这个,这个就更错误。 这个就是陷入了一个完全背叛基督信仰的一种思考。 反抵干大共会议就是这样子,在耶稣教。 所以在耶稣教现在这个是很普遍的。 新教也不少会这么认为,在正教不会。 那正教有不少我刚才说的另外一种。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直接面对这个问题, 然后,我必须讲,神所创造的人都是祂的人, 都是祂受造的最可爱的而已。 所以人本身,神都希望他们得救。 我们在圣经看过,人希望每一位得救, 因为他爱每一位,每一位有一种属于神的人的尊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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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身上。 我现在讲的是人,而不是他的思考,他的一些罪,他的欲望,他的意识形态,他的背景,这些我都不谈。 我现在讲的是人,具体的这个人,那个人,这个民族,那个民族,没有坏的民族,没有坏的人。 人会做坏事,但是人本身不是坏的。 他是盲目的,他是被撒旦欺骗,引诱,被洗脑的。 但是人本身,他是好的,我们要必须肯定的。 所以,我大部分会使用犹太人这个名称,是指的民族。 就是犹太人这个民族,而不是犹太人这个宗教。 所以,我会讲,就是犹太人,他是神所受造的,神所爱的对象。 这个我们就是要,我们必须肯定。 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必须肯定这一点。 没有什么其他的民族比他高,或比他低。 这个是一点。 对基督徒来讲,他欢迎每个人过来。 人过来了,他会接受基督,基督会居住在他内。 我看过很多基督徒是犹太人。 我们有神父指教是犹太人。 我们有圣人是犹太人。 所以,我们说了这个以后,我们就要看危险来自哪里。 关于这个说法就是他们副不负责把耶稣钉在十字街上。 我们可以设想就是那时候那些,那些,那些经士法尼塞,那些首领。 就是犹太人的首领,他们就是要把基督钉在指甲上 他们,这个引起大家,全部民众也是这么的喊着 对,那些人确实有这个罪 然后,但是保罗,对不起,彼得使徒就叫他们悔改 而且,他们其中有好几千人悔改了,有四十五千,有四十三千 他们加起来悔改很多很多的人 初期教会多半是犹太人,但是也说少数 如果我们讲全部的民族,这个还是少数 之后,我们不能说 那就是,所以,我们不能说 当时候,当时就是他们讲,哦,基督的血在我们 他们,给我们后代,我们孩子,这个手上,都是在我们身上 他们这么喊着,哦,那就变成这个样子 不一定,神不一定要这么做 他们是被撒旦冲动 神不会那么记仇 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不要谈,我们不要讨论 到底这个发生过,不发生过 这个对大部分的犹太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不要挖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他们之后,整个的犹太民族被打得很凶 而且这个跟他们不接受基督有关系 就是耶路撒冷本追回那个时候,在公元七十年 所以他们那时候吃苦,而且之后有被分散到各地,两千年 这个其实有关系,跟那时候他们不接受基督 曾经是神的选民,但是之后没有接受基督 就失去了这个被选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误解 有的人认为他们一直到现在是有那个选民的身份 没有了,没有了 所有的圣人都肯定,告诉我们 对,不接受神,就是失去 我们在那个比喻 我们在那个比喻 在兄的那个农夫 不义的农夫比喻 就是神会把这个葡萄园交给其他的农夫管理 所以就是已经从他们那边被夺走 交给谁?交给教会 新以色列 好,说了这个之后 我们就要比较直接问,那犹太教到底怎么样? 那我当然也不要引起一种宗教仇恨 或者是一种宗教事件的什么争论 所以我就请各位自己去研究犹太教是什么 好不好? 我不要在这里解释犹太教是什么 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说 他不接受基督 因为他不接受基督,问题很多 问题很多 然后他就莫名其妙 开始影响基督信仰 我们在 在新月就看到 有人他们就过来 他们就过来 然后要拉 要拉 要拉基督徒 我说你们就是要现在要说隔离 要现在 要怎么样怎么样 这时候那些犹太的一些仪式等等 才是一个更高级的基督徒 更接近神的基督徒 那神保罗就是很直接反驳他们的那个说法 因为 已经是新的奇事 就是神奇事 现在 神的话 会记载在人的心中 而不是在他的肉体上 所以 那些东西已经不需要了 但是我们发现 之后的基督信仰 每一个世纪都受到 这种影响 然后很明显的 我们先看一下就是罗马书 罗马人书 第二章 二十八跟二十九节 因为 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 外面肉身的隔离也不是真隔离 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 真隔离也是心灵的 在乎灵 不在乎经文 这人的称赞 不是从人来的 乃是从神来的 所以 保罗他解释 真正犹太人是什么意思 其实 真正犹太人是基督徒 真正犹太人 是 因为 在心中 把自己奉献给主 这个隔离 就是 他表示 是主的奴仆 主的仆义 他的心 他的意志 他的思想 全部都交到神的手中 所以 那些他批评的 一直将那个肉体的隔离 什么东西 其他的 各种仪式 这些 是假犹太人 所以这些假犹太人 之后就变成 犹太教 然后 所以 才是那么严格 就是 比如说 安息率 你什么都不能做 你那个 电梯 那个 按钮 都不行 都不准 你不能开关 那个冰箱 所以 食物要先拿出来 反正一堆 那种 肉体上的仪式 神都不要这些 所以 那当然 我今天也不要 不要走到那边 我不要批评 他们的宗教 但是 必须讲 嗯 莫名其妙 基督信仰 受到 那个 犹太教的影响很大 其中一个很可怕的影响 就是民族主义 你们可以想一下 就是 在古代 嗯 有哪一个 国家 他纯粹是因为爱国 去打仗 有吗 你们可以思想看看 就是他们会说 我们保护 我们 比如说法国人的国家 我们就是 或者为了法国 我们要打仗 要打这个 要打那个 或者古代的波斯 埃及 巴比伦 他们要扩大势力 他们都没有说 哦 伟大的 你是巴比伦人 哦 你知道吗 你要爱我们巴比伦这个地方 要为他去死掉 没有这样子 皇帝说要去 大家就去 没有这个 这种民族是一个神圣的东西 那个概念 据我所知识没有 如果我 我说错 你们可以修正我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辩论 但是我现在想想不起来那种 除了一个 除了 以色列 就是那个罗马人占领 以色列的地方 然后 一直有很多人 要 这个 犹太人 就是把他们赶走 然后 耶稣都没有支持这个运动 他没有反对 也没有支持 有一次 有一次 他们在福音 我们看到 有人来找他 说 那边 有一些 抗议罗马人的 那个黑洛德 他就把他们 他们的祭品 跟他们 自己 都 杀过 他们血 都混在一起 所以他们被杀 那个 乱七八糟 耶稣说什么 你们如果不悔改 都会这么死 他 他 他没有肯定他们 他们说 哦 英雄 所以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 他不讲什么 爱国政策 民主 民主意识 什么 这些东西 他都不讲 我们在 信仰上 现在会说 人都要爱自己的文化 自己出生的地方 自己的国家 他不能 就是 对自己的母国 完全不爱他 就是像 正像他 爱他的父母一样 但是在他 爱他的父母 爱他的国家 他的文化 他 更爱基督 跟基督的王国 这件事情 这个是基督信仰 如果这个是颠倒的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然后我们看到 第一次世界大战 是那个样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 是这个样子 现在的这些战争 都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观点说哪来 就是从中世纪来的 他母德 跟 跟 那个犹太教里面的神秘 信仰的影响 影响基督信仰 基督这些社会 曾经是基督徒的社会 然后我们也看到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 什么相对主义 现代主义 弄斯基主义 其实都是从那边来的 都可以找出来 他那个根源在那里 当然他也有一些古代 希腊哲学根源 但是 就是把它弄成一个系统 基本上 他的精神来自 哪里 来自 那些神秘性的那些事物 所以 而且整个的 整个的信教 就是一个 犹太 在 犹太教的一种 再生 因为犹太教肯定就是 在这个世界 神的祝福 不在哪里 不在 你 就是 圣灵 来到你身上 也不在 天国 他是在你的 这个肉体的生活上面 你健康 你工作好 你财富好 你每天 那个 舒服过日子 很多 孩子 什么的 那种成就 成功 表示神的祝福 在你身上 这种成功神学 现在 特别多 那这个就是一个例子 这种东西 非常的多 而且就是把这个世界跟神的世界 割开来 这个也是 犹太教的一种特征 关于 犹太教 你们可以看圣灵狗的约翰 我现在在这里不要说他说什么 因为这个影片会被当 但是你们可以去看 他说就是犹太教的那个聚会是什么东西 所以 所以 我 不要告诉各位 就是 主要危险 主要问题 不是来自犹太人本身 是 主要是来自 犹太教 而且 犹太教本身 它也不是一个 很明确的体系 它有很多的教派 很多的那种方向 如果今天有犹太人也听我 我会很开心 因为我发现在犹太教里面 他们也在寻找 他们不会满意一个答案 他们在寻找 在里面 人还是动脑筋的 他不是盲目接受什么东西的 大部分 所以他们寻找 而且有不少是找到真理 找到基督 因为基督他就是真理 他是光 他是道 他是生命 所以 不少 这样子 找找找 最后找到基督 来到教会 所以 我们 要鼓励犹太人 在寻找神是如何的 要 多看不同的资源 不要 不要 只看一个拉笔 或是一本书 然后被他 影响太深刻 要多理解 而且多祈祷 然后看 对犹太教的各种意见 是怎样子的 搞不好有的意见是对的 不是因为讨厌犹太人 不是因为讨厌犹太人 是因为对的 所以 我们也知道 犹太教 几乎全部的信徒都等待着一个政治性的弥赛亚 拯救这个世界的 一个同罪全世界的国王 那我们很明确知道 这一位就是反基督 然后 当时 他们把基督定在自己 也即使他也不符合他们对 弥赛亚的 那种等待 那种标准 那种标准 那时候也就是反基督的标准 所以那事情没有太大的变化 这个两千年过了 一直到现在他们要的是那种的 所以 不少 迷惑 是来自那里 然后 这种 曾经是基督教国家 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世俗化 原理神 其实他们越来越像犹太教 因为 其实最后 等待着一个 这个世界上的 提供舒服 提供经济繁荣 提供各种方便的 一种霸主 会统治全世界的 然后大家会爱上自己的努力 我们不要走这一条道路 我们也要 去分辨这种精神 然后此事之灵 孙保罗他常说 你们要在罗马人书 第二章 第一节跟第二节 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 而变化 叫你们 查证 查验 和为神的 善良 存全 和喜悦的旨意 这里 其实原文不是 这个世界 是自恃之灵 此事之灵 此事之灵 就是那种反基督之灵 所以慢慢整个世界 走向服侍这个灵 最后会接受反基督 为他们的王 愿主保护我们 给我们明智 给我们独立思考能力 给我们用区分不同的灵的 分辨能力 祝福我们 保护我们 教我们他的爱 他的自我牺牲 他的勇气 跟他对人的爱 爱命 神祝福各位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